张松兄最终还是决定拆分成立时间长达51年的家族企业,将制造业业务独立出来出售。 近日,一格重磅消息,在行业街悄然流传,太平传物将出售集下的知名集装箱制造企业盛世货柜00711,获运2019年出前后完成该项出售事宜,成立于1988年的盛世货柜,在第二年即建立了自己第一家集装箱工厂,并于1993年在香港上市。 数据显示,盛世货柜旗下11个工厂,超过100万元的年生产能力,是仅次于中级集团02039的全球集装箱制造商,占据2018年一季度全球集装箱制造市场的20%,目前尚未知晓哪家企业将会成为盛世货柜的新主人。 但多位行员人士对智通财经APP透露,中约海发入主盛世货柜的可能性最大,这种猜想并非空学来风。 2017年,中约海发零2866的母公司中约海运集团要收购盛世货柜公司太平船物的传闻及盛销之上,年延数月之久,国内外媒体出炉多篇报道,曝世张风生,这位太平船物董事总经理出面辟谣。 七成,绝对不会卖,这是我从我父亲那里继承的一家50年的家族企业,我们希望把它继续经营下去。 但如今,面临集装箱制造业的鸿海竞争,产业多年增收不增利的大背景之下,张松生最终还是决定将盛世货柜玻璃出让,而对于中约海发而言,如果能够并购盛世货柜,加之本身的环宇物流。 其将在全球集装箱制造业上的市场比例大幅度跃升,仅次于官员公司中级集团,或形成正面竞争关系。 此前,一位接近中约海运的消息人士表示,中约海运正在研究收购太平船物的可能性。 中约海运希望继续扩张规模,而太平船物是其进入区域市场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尤其是非洲的市场。 2017年8月28日,中约海运国际高层在上半年业绩发布会上表示,随着航运业出现复苏迹象,该公司正在研究并购机会。 事实上,中约海运与盛师货柜的母公司太平船物关系极为密切,志同财经APP获悉。 多年来,两家公司互为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如将松升为中约海控独立非执行董事。 2014年8月12日,在中约集团和中海集团合并前,中海集团与太平船物及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2017年年初市场集团出中约海发并购太平船物的传闻,值8月互缓6艘船,再次处罚并购船文,省市货柜的出售事先早有征兆。 7月4日,省市货柜发布公告,将与惠州市顺景元事业独立第三方买方及定立协议,售出惠州太平货柜的100%股权,作价位现金7.35亿元人民币。 此一事件标志着太平船物,开始撤离集团箱制造业。 值得注意的是,若若中约海发最终,成为省市货柜的控股方,责获有可能与目前集团箱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中级集团形成正面对冲,而前者间接持有后者22.72%的股权。 数据显示,2018年一季度,中级集团占有全球集装箱市场的43%,省市为20%,环宇物流为15%,新华昌为13%,马仕机集装箱工业占有率为5%,五大企业科技占有率为96%, 如若最终领购成功,则中约海发全球市场占有比较则为35%,与中级集团仅有8%的差距,两家中国企业占有全球集装箱市场,78%的比例。 有意思的是,在过去三年里,在中级集团、省市一直在缩减产能的前提下,伴随着中原和中海两家大央企2016年的合并。 环宇物流的集装箱制造业务一直在积极扩张,三年接近百倍,作为比较,其2015年市场占有率仅为9%,资料显示, 2017年中级集团集装箱的收入为250.47%,赞成公司的收入为33%,集装箱制造是中级集团,销售收入的第一大业务。 同期,中原海发集装箱制造的收入为59.7%,赞成公司收入的36.5%,集装箱制造是中原海发的销售收入,利润的第二大业务。 若将省市货柜和中原海发数字简单叠加,可待157亿,赞成公司收入的60%,成为中原海发在销售方面的第一大业务。 这也引发了两者是否存在同业竞争的疑虑。 中级集团2017年年报写示,第一大进阶股东招商局集团间接持股24.58%,第二大股东中国任阳海运集团通过七下公司中原海发间接持股22.72%, 而在中级集团八个董事席位中,招商局集团和中国任阳海运各占两席,此中,被执行董事刘冲则是中原海发董事总经理,同时间任还与物流的董事长。 在中原海发的财报里,中级集团被归为联营公司。 不过,在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中原海发的董事与政认为,两者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因为中原海发并非中级的控股股东,中原海发和中级集团的借务都非常多元化,早相并非唯一。 因此两者并不构成法律,法规界定得上是公司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同业竞争关系,而是纯市场竞争关系。 在一个五大巨头,占据全球集团箱九成以上的市场里,仍存在惨叶竞争,其结果是为了收响全球行业市场复苏的红利。 相反确实的利弱及毛利率急剧下降,如省时甚至在2018H1,不能避免亏省之局。 全球五大集装箱企业2017-2018H1数据比较,备注。 一,统计位主要同行,二销量因为统计口径不同会有偏差,三,新华昌和马仕机缺少数据披露。 对于他们销量采用了行业产量替代计算,行业未定单制,产销量接近。 集装箱制造业的转折点出现在2016年,彼时,饱受金融危机重创的全球航运业和集装箱制造业开始回暖。 2017年全球集装箱产量,更同比增长65.92%,达到370万投影。 2018年上半年行业景气度不减,但纯行业利润并非同步上升。 数据显示,终极集团集装箱业务2017年净利润为17.15亿元。 但在2018年HE营收大增的同时,营收同比下滑68.64%,该业务利润率从6.8%降至2.9%,中原海发利润率从2017年的3.4%滑至2018年HE的2.2%利润一包如纸片。 在这过程中,钢材价格的上涨并未同步反射,到集装箱中是其中重点。 而钢材占据整个集装箱制造成本的近三分之一。 截至2018年7日末,钢铁协会CSBI中国钢材价格指数,已经较2016年年初翻了近一倍。 作为比较,集装箱制造成本仅增加约40%左右,由此才是整个行业利润。 对于上游成本的商长未能夹接到下游制造业中,省市货柜在其半年报中隐秽地给出了注解,市场竞争加剧,追溯两年前中原和中海合并。 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解决业务资源同质化严重问题,由此促成行业业务的重组。 多年前,基于相似的重组思路,中原曾把旗下的两个集装箱工厂订入中级集团。 而现在,央企之间的竞争,又因集装箱站在业务同质化的十字路口。 根据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央企将会进行新一轮的优化重组。 中央企业通过重组实现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盘国存量,减少重复建设,优化国有资本的布局与资源配置。 在中原与中海合并两年之后,中原海拔和中级集团的业务竞争问题,又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